据香港媒体报道 近日阿娇男友赖红国已经秘密来到香港 当天下午4点左右 记者拍到戴着黑色棒球帽 身材健硕的赖红国拿着一杯咖啡 边走边喝一路潇洒回到了阿娇的住处 阿娇除了让对方住在位于西环的私人住所外 更将平时出入带不用的七人车交给男友 服饰很是周到 回到阿娇寓所的赖红国待了将近两个小时 然后见到陈七人车前往某工业区去接女友阿娇 等了大概20分钟左右 女友阿娇和助理出现在视线中 发现被记者偷拍的阿娇先是一脸严肃 然后又绽放出甜美笑容毫不避讳 不过为了避免男友被曝光 他当时并没有立刻上车 等到司机和助理走到车门位置的时候 恰巧形成了一堵人墙就是为了遮挡镜头 然后阿娇便小心翼翼的掀开窗帘上车 虽然车厢内一片漆黑 但依然可以隐约见到赖红国坐在后排左边位置 阿娇跨过男友才可以进去 上车后一起离开 返回住所 虽然阿娇刻意当男友赖红国的护华时政 不叫媒体发现一起返回私人住所 殊不知记者早就拍到赖红国出入阿娇住所 疑似二人已同居多日 搜狐视频娱乐播报整理报道 小伙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